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厉害了 朱莉安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这些冒牌货是不会使用精神感应的 好 极限燃烧 旋风重拳 一 哈 嗨 哈 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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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豹山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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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哪个才是朱莉安 集中注意力 嗨 嗨 嗨 搜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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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看出真假的 我是随便蒙的 什么 来吧 上了 好 一个冒牌货 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变蒙 荣耀黑豹 黑暗之谋 好厉害啊 太好了 小智和朱莉安成功了 好小子 还不是多亏了平时我对他们的教导 朱莉安 小智 你们两个都好厉害 小智 你的精神感应能力 好像变得越来越强了 是吗 太奇怪了 能量球的状态稳定下来了 同学们 能听到了吗 目前能量球的状态正在逐渐稳定 所以说 现在就是寻找能量球的最好时机 我已经找到了 校长 你说什么 这什么都没有啊 小智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不是在开玩笑 是真的可以看到 能量球就在我眼前 小智同学 你现在真的可以 看到能量球了吗 是的 可以看到 就在我的正前方 看了能量球 对小智精神感应的能量 产生了反应 所以小智 才能让能量球稳定下来 你的意思是 小智她 是能量球的主人吗 我 我是 能量球的主人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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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 把能量球引出来吧 快点 哇 是真的 小智真的找到了能量球 哇 小智 你好厉害 小智这小子表现不错嘛 成功了 能量球的状态 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 是啊 小智 孩子们真的做到了 怎么回事 又突然发出 不稳定的信号了 什么 又是那个变霸机器人 是幽灵机器人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所以这个幽灵机器人的主人 是小秋吗 这一刻 真的让我等了太久了 小秋 他怎么也跑到地下城里去了 等一下 这个兵马机器人又是怎么回事 李鹤 蒙情 你们还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吗 你们两个是不是太笨了 小秋 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哼 一会儿完事了再和你解释吧 嘿嘿嘿 别麻 终极致命郎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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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 能量球是属于我的 你干什么 快住手小球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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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你说的不对 那个东西可好吃了 就是为了今天 我才为你们准备那么多礼物 不好意思了 我马上就结束 怎么回事 太卑鄙了 你敢不敢堂堂正正的 和我对决一场 好惊人哪 我们的小只英雄 居然能承受得了我的礼物 小秋 你居然敢伤害大家的 鞭马奇迹人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喂 小矮子 上次就是这只破蜘蛛 对我们的 炼狱毒蝎下了黑手 对不对 现在居然还想从我们眼皮子底下 抢走能量球 真是个贪婪的小矮子 这次我们绝对不会饶了你 对啊 他们俩的机器人 没被小秋动过手脚 这下总算有帮手了 对了 你们还在呢 刚才去哪了 高东高西 你说什么 我们是高龙高峰 好吧 随便你们叫什么吧 高傻高呆 你太过分了 这个小矮子 接手吧 别傻了 被愤怒冲昏头脑 怎么可能赢呢 可笑的小丑 还没完呢 什么 别跑 变马 双重飞踢 资外怎么样 不自量力 你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致命狼猪可是比任何编码机器人都要完美 你还是乖乖的把能量球交出来 别说傻话了 你以为我会乖乖投降 把能量球送到你手上吗 小致 别冲动 一个人对付他太勉强了 是啊小致 我们现在都帮不上忙 太危险了 我要气炸了 那个小秋竟敢暗设我们 冷静点小莲 小致 你快逃吧 你是逃不掉的 小致 谁告诉你我小致要逃跑了 小秋他 为什么会知道能量球的事情 小秋这个孩子 他究竟隐瞒了什么 哦 不好 能量球这下 状态又变得不稳定了 好刺眼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小 你看到了吗 那是十年前 被爆炸破坏的研究所 还有 安德也在 难道是能量球制造的幻想吗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居然变小了 不要啊 能量球呢 能量球不见了 在哪里 我明明警告过你了 只有拥有纯净能量的人 才能触碰能量球 否则就会出现 难以预测的危险 吵死了 你不要再干预我的事情了 只要有能量球的力量 我就可以立即恢复原样 统治世界了 老爸 老爸他 为什么会在那 怎么可能呢 小秋他 居然是变小了的安德 嗯 嗯 呃 啊 啊 危险 老爸 老爸他 刚才那个人 是小智的爸爸吗 是小智的爸爸 从危险中救出了小秋 那小智的爸爸呢 不要啊 小秋 哼哼哼 惨了惨了 能量球把我的过去 就这么公布于众了 小秋 都是因为你 我老爸才会牺牲 我还觉得你们长得很像呢 没想到真是一对父子 我应该如何对你表示感谢呢 居然让你们两父子 都给我做了苦力呢 哈哈哈哈 可恶的安德 把我老爸还给我 小吃 小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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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 我们终于能融为一体了 能量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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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感觉 我的能量球赐予我能量 只要拥有这样的力量 只要拥有这样的力量 我就会成为 我就会成为 哼哼 哼哼 主宰这个世界的终极颠马阵神 安德 怎么会这样 安德 我们为了寻找你的下落 这么多年来一直研究能量球 可是你 主宰这个世界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安德 十年前 我成功研发出了 能够充分调动 第一代编码内核的力量 控制所有编码机器人的 能量球 但是因为能量无法稳定 我一接近就发生了爆炸事故 那是因为 能量球拒绝接受 不够纯净的能量 所以呢 你就藏在幕后 利用拥有纯净能量的孩子们 哦 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呀 我的李鹤大校长 安德 不要这样 求求你回复原来的样子吧 好吗 哦 王晴 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还是以前的我 还是深爱着编码机器人的我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变得更强大 占有世界上所有的编码机器人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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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真不错 我还需要一个测试对象 你要当我的对手吗 小致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接招吧 糟了 小致已经失去理智了 小致 小致 呀 呀 呀 哈 哈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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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这才算得上像样的攻击 接下来 轮到我攻击了 编码 致命狼猪 拖命连刀 哼 哼 呵 二 笑 巨清 哼 哼 되어 嗚 哼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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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这样下去 红色风暴会被安德的镰刀剁成碎片的 校长 告诉我大企鹅的启动密码 你想干什么 我要入侵大企鹅 启动手动控制 你要趁我拖出安德的时候 用迷你机器人修好其他人的编码机器人 有了同伴的帮助 小智才有胜算 好的我知道了 我们试试吧